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他第一句話跟我說 欸那個張宇舍先生 你這個錢可以讓我聚嗎 他說大姐你是不方便的 他跟我說家裡沉浸 我聽完之後說沒關係 李宗盛的鄉書我幫你處理 外面的人的想法都是 冰藏業就是好賺 其實不好賺 在怎樣的案件裡面 也是多多少少會有點賺頭 但是他是那種做到後來 是要自己偷藥包拿錢出來 我就覺得說你開李宗盛 你真的是做身體健康的 在送親師口中做白宮的傻子 就是彰化菩提生命李宜盛的老闆石正凱 他的長相完全符合部分民眾 對冰藏業都是流氓的邊界 他那邊跟警察說 他說那很順壞人 我如果去他做人就要幫他修完 警察跟他說 不會啦 我們這是比較壞發明 人不錯啦 開李宜舍十幾年 施政凱因為兇狠的外表 吃了不少苦頭 但讓他更辛苦的 是他那副被罵是爛好人的心腸 經常接警察的案子 只要發現對方是社會邊緣人 就會自願做功德 他說他跟他媽媽相互為命 他媽媽八十幾 他六十五 那間從頭到尾都沒有心情 所以一天出面的時候 我自己開臨車 帶一個師姐 我母帮他媽媽好帥 他媽媽好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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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帥的時候他跟阿公說一句話 我也很尷尬 他說 他說 阿先生 我還沒睡覺 沒睡沒睡沒吃 後來我說 你跟他媽媽好久三天 他說 沒關係 有緣要擺消毒 不要想我 他知道沒錢的痛苦 所以無法殺手不管弱勢族群 但他也不是有錢人 只好到處借錢 開禮一社做到載台高主了 還執迷不悟到把車當掉 借錢給商家的小孩獎註冊費 讓許多商家非常感謝 那些人看起來像 像是可以的 像他媽媽一樣 可是他真的 他很刻薄薄的心 商家稱讚他有 菩薄心 但老婆看他每天忙進忙出 全轉不到錢 罵他根本就是你菩薄過疆 自身難保了 還幫什麼人 其實我來他說 對我很快命 我抱歉 我比較有辦法 他也比較有意思 他也釋懷 他也說 他也說 人家一件沒錢 先來以後 還要快 他不僅要幫人走得圓滿 還花錢火化了六七百具的 流浪貓狗屍體 原本怕被人誤會 所以不敢募款 只是偶爾上臉書 抒發心情 結果被網友看到之後 越來越多人 全款贊助 最後連送金師都被感化 他今天有真的跟我們開口說 欸這個是貧困難件 然後就是真的說 欸沒有錢可以那個的話 那我們就 我們會知道 我們會說好 那我就是停點 我就是不要收錢這樣子 那也是算是 我們幫自己做一些 機械運動這樣子 俗話說 仗義多是塗狗被 幫助弱勢幫到自己 也快變成弱勢 但施政凱覺得心裡很富足 雖然我們以前 我們是遇到這種 可能 將心比心吧 我們也不知道說 那種沒錢的難口 對啊 我們會過 我們會不會 我們可以做的 都沒有能鑽 不肯定 出門 我們會把 感谢观看